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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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清理出来的杂木也被陈宝贵细心处理 变成取暖做饭用的木材 可以让一家人安然度过漫漫长东 一秦天下无难事 对于松岭这个由闯关东的山东移民后裔组成的山村来说 秦俭立业的家风已经深植在每一个人心中 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 松岭人的祖辈 陆续从山东淋漪日照一带 来到这里开荒啃植 安家落户 年过八旬的王宗福 曾经是一名山村教师 他的爷爷当年 带领着家族一路北上 越过山海关 历经千辛万苦 才来到这里定居下来 这是我爷爷和我奶奶 领着我父亲和我的一个鼠 跳了两个 那个鼠也不容易 祖了一个多月 来到这个地方 王宗福从父辈的口中 了解到那段历史 民国年间 山东 河北 河南等地 天灾人祸不断 大量无地可耕 无粮可收的农民 为了生存 只能背井离乡 举家迁徙 而地广人稀 土地肥沃的东北地区 就成为了他们的目的地 从齐鲁大地来到白山黑水 松岭人的先辈 对于这片土地格外珍惜 虽然当时的棕林荒芜人烟 但这里临近唐朝时期 东北往来长安的朝贡道 古道有存 方便的交通 肥沃的土地 为他们建立村屯 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曹宝明 长期研究闯关东文化 曾经十多次来到松林考察 在他看来 从清朝后期到民国年间的 这次闯关东移民大潮 是被求生渴望驱逝的 普通民众的一次大清洗 闯关东这个词啊 实际非常的典型 就是闯 闯是什么 就是闯人并不知道 未来是啥样 他不计生死 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闯之后 到达之后 咱们生活 那么山东人又发挥了闯 就是闯 闯就是到达一个地方之后 开辟自己新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很多闯关东的村屯 包括松林在内 他们都是在艰苦的环境 和背景当中 开创出这种村屯 在这片尚未开垦的土地上 重建家园 唯有勤俭方能立业 丁明才兄弟三人 都是从十几岁开始 就跟随父辈下地劳动 隔一于祖辈的教导 他们自幼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再富庶的土地 也需要人的辛勤耕耘 才能有收获 到这个地方 它这个东北那时候 这个地它随便种 你想要有力气 你想种嘛 哪个地方都有地 说来说就七道坛 人走四方 家风随行 伴随着闯关东先辈而来的 还有齐鲁大地 克勤克俭的文化基因 虽然这里有大片的土地 可以开坎 不用金庚细作 也能取得温饱 但是 并成这勤俭持家的祖训 让他们面对这片黑土地时 也一如当初般勤勉 逐渐成为小康之家 我们从山东高游来到松林 之前一直有这个 可进可见的一个租训 到东北以后 还是传承了青年持家的家风 丁氏三兄弟的父亲 是村里有名的木匠 在世时很受尊重 过去村里耕地用的木梨 都是他做的 这个梨道是我父亲亲手做的 现在用了二十多年了 是端木 端木为了清白 现在不用了 一直保留着 在丁明齐的眼中 这把普普通通的木梨 承载着父辈 勤于开垦的精神 也是连接他们与土地最亲密的伙伴 在松林 勤劳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 种地勤快的人 是最为村民称赞的 虽然松林地处高寒山区 春天总是山山来迟 但是春雷响过 等不及冰雪融化 田野里就随处可见 劳动的身影 我父亲在春耕的时候 每天早晨都是在两三点钟 就开始起来准备 春耕的一些东西 肥料啊 是准备喂牛 准备汤地的东西 说是起得非常早 但是那时候我非常不理解 起那么早 睡不着觉 没睡醒很难受 但是现在长大了 理解他们的 因为在春耕的时候 得要抓紧世界 一年之际再一村嘛 松林人眼中 勤劳是一种美德 这样的美德 在四季更迭中 一代代传承着 范永财和范建超父子 是松林有名的种植能手 种田栽树样样拿手 范永财 三十年前就开始栽种松树 当年一棵棵小树苗 现在大多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我在好几片树吧 一个是那个雪岗画木 那种地不能种 这个树栽 栽个人栽不完的时候 种地的时候吧 刚下雨了 不能种地了 抽这个空 把木栽完的树 去把它栽完它 少成 若天成 习惯如自然 在范建超的记忆中 父亲的背影总是忙碌的 这也在无形之中教育着孩子们 生活的幸福来自辛勤的劳动 几分辛劳 几分收获 让范永财自豪的是 他种的一百七十亩红松 已经有五十亩 结出了松子 这些红松 不仅绿化着松林的山野 也为范永财一家 带来了丰厚的回忆 这个红松 什么地能养回家里 早在都结果了 多在结了是这个 这样看吧 这有三五年 从小目睹了 父母的勤劳节俭 范建超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们 深深懂得 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 他们也养成了 节俭的好习惯 尊重每一分钱 也是在尊重父母的 每一分辛劳 因为我们子们三个 我一个姐姐 一个妹妹 都在外地上学 在城里上学 每个星期呢 给我们二十块钱的零花钱 但是呢 我们都花不了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父亲母亲啊 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都节俭地花 虽然今天的松岭人 早已衣食无忧 但是祖辈留下的勤劳节俭的传统 仍然保留着 对于松岭人来说 简可清新 使人不自贪念 简可生擒 使人艰苦攀登 简可制和 使人乐群爱重 用节俭的生活 来培养人的品德 这样的传统 已经融入到了松岭人的日常生活中 小豆腐是松岭人 常吃的一种食物 他使用各种家常蔬菜的边角料 和末号的黄豆制作 既方便又节省 由于地处山地 野菜众多 松岭人的小豆腐 还会随着季节的不同 加入各种山野菜 茄子鹰啊 还有萝卜鹰啊 白菜棒啊 还有山菜都行 冬天呢 咱们做一锅 然后放一坨一坨的 放在外面冻着 然后想吃了 拿回来一会儿 放锅里一蒸 能当饭 还能当菜 近百年的开拓 当初的第二古乡 已经变成难以割舍的家乡 松岭人发现 黑土地的回报 远比闯关东的先辈们 最初想象的丰富 除了可以耕种的梯田 可以栽树的林地 遍布四周的山野 时节一到 就会有数不清的山珍 等着松岭人去采 在这边就是那个 就是以前 就是发过木头 那样的林子 他就塑渣子上搓了 一去我就干活死 我干日 那么一切 我背这个狂 有的时候 我得收这个袋子 刀山还要鱼着了 我就躲背一点回来 采蘑菇的季节 有喜悦 也有辛劳 这时候 松岭的妇女 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对于谢玉萍来说 累了的时候 唱上一曲 母亲教她的遗蒙山小调 浑身的疲劳 很快就能消散 我带着了都是腿磨 刺剑的上那个磨是腿 没有机器 我跟她腿磨 我有我姐 我和我妈一个人腿不动 就那么腿 腿着 一门腿着的时候 我小嘛 小她有的时候 她觉得累 她就说妈很累 我妈就唱 我的那家小的夜蒙山 高高的沙风雨雨短 一曲故乡的小调 缓解的不仅是身体的疲劳 更有内心的抚慰 至今 母亲的勤劳乐观 还深深影响着谢玉萍 一道山凉 把松陵分为南北两半 松陵站就坐落在村北的珊瑚里 这是一个没有站牌的无名小站 往来的列车穿越崇山峻岭 驶过万千风景 在这里只是匆匆的一两分钟 但就是这短短的一两分钟 给了松陵人希望 一框框干货 被松陵的妇女背出山外 山村的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富足 我妈妈身高不高 也就一米五五不到的身高 然后也不是很胖 总共有一百斤 然后但是它那个背框 能背就是七八十斤的东西 有时候一百多斤 背着就走 从家里然后到火车站的话 需要翻一个杠 坐着火车下去以后 然后到预定的地方 都不舍得去 然后就自己走着 到市里的时候 然后去卖 在谢玉萍的女儿 沈兰婷看来 母亲的背楼里 承载着对后背的期望 希望她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有一次跟着我妈一块去了 去了之后我就觉得挺不容易的 中午的时候 那我们说 去吃点什么吧 然后妈妈说 没事儿 我自己家带着那个煎饼 然后就去人家那饭店 要了碗水 然后直接说有没有热水 然后他们人还蛮好的其实 然后都觉得不容易可能 然后就给了碗水 然后妈自己拿着煎饼 然后我妈说她最喜欢什么煎饼 卷那个大葱 然后就直接那么吃了 一碗热水 一张煎饼 就是母亲的一顿午饭 在沈兰婷眼中 个头不高的母亲是那样伟岸 煎饼 这种每天都会吃到的家常食品 这次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东北的很多闯工农村屯 今天依然家家户户贪煎饼 贪煎饼 他们有时候背着煎饼赶急 或者是出来办事 走到什么地方喝一口水 就一口煎饼就可以冲击 所以这个山洞人这种吃大煎饼 表现了他们能够客户任何煎饼 生存的这样一种品质 村民民常说 大煎饼卷大葱 咬一口辣红红 干活全靠老山洞 这个可以是他自己自豪的说法 但是又是别人对他们的评价 在松岭 家风的传承靠言传 更多的是靠身教 长辈的一言一行 让松岭的孩子们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也让他们从小就牢记 勤以立业 劫以养得的家规祖训 更懂得了勤俭 不仅能创造财富 更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 三十多年间 一个二百多人的小村子 先后走出了五十八个大学生 沈兰庭就是其中的一员 高中毕业后 他考入通话师范学院 大学期间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他从一年级就开始轻功俭学 我们刚开始在那个食堂打工 我可以挣个生活费 到时候到可以家教的时候 学费自己也赚了 然后基本上到大二的时候 就不太问家里要钱了 勤工俭学 并没有影响沈兰庭的学习 2008年 因为学习成绩优异 其他方面表现突出 他还得到了八千元国家奖学金 八千元 对一个自小生长在山村里的女孩子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时 父亲的一番话引起了他的深思 爸就会告诉我说 你自己应得的 但是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 比如说像你同学什么 肯定也有不容易的那种 你看要是可以的话 就是你也别钱拿了 然后你可以跟同学们 因为这毕竟是国家奖励的嘛 然后你可以看看你留一部分 然后剩下的你看 你要是跟老师说说 能不能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学 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 虽然觉得钱很多 但是也是 我觉得爸爸说的也对 有的时候也要学会互相帮助嘛 学会分享 这一笔奖学金 最终沈兰廷拿出了一半 交给班主任 转给了其他更需要帮助的同学 对极简 对人设 是松岭人为人处事的原则 陈宝贵夫妇养育了五个儿女 如今都已参加工作 夫妇俩靠着重人参和红松 日子也越过越好 但是简朴的家风依然未变 逢年过节 儿女们买了新衣服 陈宝贵夫妇也舍不得穿 他有中间衣服的衣服也不穿 就留了 儿媳妇啊儿的啊姑娘都给买 完了你看这么多衣服 这老人也不穿 老让他穿也不舍得穿 我说留着干啥呀 完了这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接见 到现在也接见 父亲更是 那衣服总穿一件 有的衣服扛穿了穿很多年 实在是穿坏了的话 不能用了 我母亲就用它拖地 一周一范 当死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 横面物力为奸 这样的珍惜与节欲 在松岭人的口中 变成了一句更为朴实的家训 不要糟蹋东西 身为闯关东人的后代 松岭人从祖辈口中听到的最多的故事 是当年闯关东的艰难 听的最多的训会 则是不糟蹋东西 勿尽其用 陈宝贵夫妇虽然自己生活节俭 但是别人遇到困难 他们总是慷慨解难 沈彦岭的妻子患病多年 2014年因癌症去世 生活困难 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 成为危房 陈宝贵担心沈彦岭 住在那里不安全 主动提出帮他盖房 陈宝贵帮助沈彦岭盖起的这座新房 总共花了六万多元 六万元 对一个习惯省吃捡用的农民来说 是一个不想的数字 但是当别人需要帮助 陈宝贵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 我如果不借给他钱的话 他这个房子他就改不了 改不了他这个房子真不能住了 和很多闯关东的先辈一样 陈宝贵的爷爷也是挑着担子 一路边讨饭边打工来到东北的 闯关东那段艰难的经历 让他懂得了守望相助的可贵 这里的人非常的亲 其实我们见面之后吧 他们之间喊二叔 三婶 老姑 但当你戏问你 他不一定都是一家人 但是他往往是村林 那这个就是一种闯关东文化 所形成的人际关系 这个屯林在山东闯关东到东北 这漫长的历史当中 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 那么就是在今天在这个村庄当中 谁家有一点困难 有点什么事 只要说一声 家家都来帮着叫烙芒 烙芒就是你家有啥急事 需要人手 那么我立刻去 雪中的松林 是松林人最美的家乡 漫天飞舞的雪花 落在层层叠叠的梯田 落在错落有致的山村 落在深深浅浅的山谷 留下了水墨画一般的纯净 质朴与安宁 雪后的松林 则是摄影爱好者眼里绝美的雪村 他们用镜头记录着这里 或纯净或灿烂的美 松林的美 通过摄影家们的镜头 传递给更多的人们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无名而来 今年 陈宝贵帮沈彦岭盖起了新房 也开门迎客 这个一度失去欢笑声的家庭 迎来了神经 这个窝挺烦的 越老过越漂亮 雪后的松林 不仅给孩子们带来无穷的乐趣 也让勤劳的松林 也让勤劳的松林人有了更多施展自己的天地 一盏盏精心制作的冰灯 雪灯 贴上松林人 小手捡出的雄鸡 耕牛 把这个雪厚的山村 装点得更加美丽 民生在秦 秦则不愧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 尽管大雪封山 但是松林人已经开始顶风冒雪 往地里运送肥料 他们期盼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让生活越来越美好 他们期盼勤促家 勤促业 勤促人的家风 一代代传承 行使45ラos 故加 tambour 作品 润 淨淨的那个 地方 是心挂念的故乡 家乡窗 gabём enriched surrounding 你依然绽放 远远的那个地方 是我离开的故乡 家乡门前呼呼 是否依然在盼望 亲爱的亲爱的家乡 你是世上最美的地方 美丽的美丽的故乡 你是世上最亲的地方 美丽的美丽的故乡 你是世上最亲的地方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 between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